郭富城母親上個月在家中辭世 享年九十歲 日前在香港殯儀館設齡 這天早上九點舉行大臉儀式 隨後出殯 奉舊而至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安葬 到了大約十一點左右 晴晴在經理人小美 好朋友兼排舞老師Sunny Wong 還有太太方緩的陪同下 捧著媽媽的上燈上鈴車 送別母親最後一程 見到坐在車上的晴晴神情哀傷 心情似乎還未平復 至於晴晴的兩個女女 大寶和二寶就由工人抱住 同親友分別坐兩架旅遊巴出發去墳場 凌車抵達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之後 就由工作人員先行抬出靈鳩 而戴著黑超的晴晴就捧著媽媽的遺照 和一班親友一起跟隨靈鳩上山 兩個女女就因為年紀太小 所以就聽從工作人員建議留在車內等候 儀式進行期間 晴晴和親友一直在旁邊雙手合拾 誠心中別忘母 儀式結束之後 晴晴和太太Mocca就脫下校服 坐七人車和其他親友一起去酒店舉行英雄宴 坐下 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